一株小小的水道解決了全中國以及世界很多人的食飯問題 中國研究團隊在高產雜交水道方面的突破和成績 正在幫助非洲多個地區解決飢餓和貧困問題 水道是很多非洲國家的主要糧食作物 雖然非洲有大片適合水道生長的土地 但不少國家仍然面對產量不足和消費大的不平衡 尼日利亞地柱西非東南部 人口近兩億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 糧食大量依靠入口 近年中國的團隊將改良又優質的雜交水道 在當地落地生根 尼日利亞政府積極加大對水道產業的投資和政策扶持 希望有朝一日到米食糧可以自給自足 早在2006年 中國雜交水道支付袁隆平 第一次帶著他的雜交水道團隊來到非洲馬達加斯加 開啟維持至今的農業援飛之路 當時當地水道產量只有每公頃2.5噸 如今產量數字比當地的品種已經多產一至三倍 至於尼日利亞方面 中國團隊指當地的土壤 氣候環境以及水道種植方式 和內地模式存在很大差別 原定的土地管理技術 和大型耕種裝備都無法適應作業 幾百公頃水道幾乎全被荒草吞沒 經過十幾年的摸索和創新發展 在中國技術經驗基礎上 結合非洲實際情況發展至今 當地的中非合作 已經成為尼日利亞一個重要機械化生產示範 和培訓基地 先後培訓千多個當地農戶和農機管理人員 當地同時建立了公司加農戶生產基地 幫助五千多戶農民就業和增產增收 中國的團隊仍然繼續努力 希望有效幫助提升當地農戶 在水道種植的技術水平 有望幫助尼日利亞全面實現糧食自給 而且可以為非洲糧食增產 為其他非洲地區提供尼日利亞的經驗作為參考